大家好 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1991年6月4日 中共黨媒《新華社》發布消息 稱 本社記者獲悉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江青 在保外就醫期間 於1991年5月14日凌晨 在北京他的居住地自殺身亡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 江青處一人之下 億萬人之上 是紅的發子的文革棋手 他是怎樣一步步爬上權力巔峰 又是為什麼悲劇收場呢 今天就來和大家聊聊這件事 毛澤東一生有四個妻子 第一個妻子羅一秀 結婚三年後去世 第二個妻子楊開慧 可以說受毛澤東的牽連 被國民黨軍官何健 下令處決 但在他出世前兩年 毛就娶了第三個妻子賀子珍 後來與賀子珍還沒有離婚 1938年11月 45歲的毛澤東又與24歲的江青在延安的窑洞裡結了婚 江青嫁給毛澤東之前已是情場老手 他15歲嫁給濟南富家子弟裴明倫 18歲在青島與富家子弟余啟威同居 22歲在上海與著名編劇唐納結婚 不久又鬧翻 後跟著名導演張敏同居 導致張敏離婚 唐納在濟南上海兩次自殺未遂 事情鬧得滿城風雨 一時間成為上海灘最大的緋聞 這樣的江青與毛澤東彼此彼此一拍即合 到了文革時期 兩人更是一唱一賀 演出了一場被稱為一臭萬年的大戲 1966年至1976年 文革期間 江青的罪行簡單地說就是整人 他整的人大致可以分為五類 第一類是毛澤東的政敵 比如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 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 中共政治局委員 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 原公安部長 國務院副總理 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軍委總參謀長羅瑞欽 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 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 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央書記處書記 國務院副總理陶駐 中共政治局常委陳伯達 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央軍委副主席 林彪等人 其中 鄧小平在文革中兩次被打倒 對江青深無痛絕 1980年8月 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在北京採訪鄧小平時 問 對江青你覺得應該怎麼評價 給他打多少分 鄧小平說 江青這個人壞透了 零分以下 江青長的第二類人 是毛澤東看不順眼的文藝界領導 如中宣部副部長周揚 文化部副部長夏衍 文化部藝術局局長田翰 全國文聯黨組書記楊漢生等人 第三類是知道江青30年代在上海灘風流底系的公安機關領導 如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 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 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芳等人 第四類是知道他30年代在上海灘底系的演藝圈人士 以及他肚恨的演藝名人 如鎮軍理 趙丹 王瑩 陳璐 孫維氏等人 第五類是他的身邊工作人員 如他的秘書顏長貴 保健醫生吳佳平 護士周淑英等人 江青憑什麼整這些人呢 就憑他是毛澤東的妻子 中央文革小組文藝口的負責人金靜邁 曾一不小心得罪江青 被關進秦城監獄七年 他在《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呢 一書中對江青的評價非常的生動 江青經常講 他一是共產黨員 二是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 三是毛澤東的老婆 金靜邁說 八億人民都懂得 他是碰不得 沾不得 惹不起的 黎明百姓懂 當官的也懂 而且官越大 地位越高 說話越算數的官 懂得的越具體 他的可怕不在於他第一是什麼什麼 也不在於他第二是什麼什麼 他的可怕 他的碰不得 沾不得 惹不起 在於他第三才是個什麼什麼 他一會說這個人很壞 一會又說那個人一直反對我 要不就是誰對他有刻骨仇恨 誰對他不共戴天 然後就一個個抓起來投入監獄 多少人被他逼得發了風 多少人被他逼得投河自盡 上吊自殺呀 江青被毛澤東賦予了巨大權力 毛澤東發動文革 不是依靠中共正常的組織系統 如政治局常委會 政治局 中央書記處等等 而是依靠一個臨時成立的超級權力機構 中央文革小組 這個小組成立於1966年5月 尚對毛澤東負責 下負責全黨 全軍 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工作 1966年5月13日 江青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 雖然名義上是副組長 但實際上是第一負責人 隨著文革的發展 江青的地位越來越突出 這從人民日報的有關報導 對江青在中共最高層的排名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1966年8月19日 江青被排第25位 1967年10月2日 排第17位 1968年5月2日 排第9位 1971年9月至1973年8月 中共十大前 江青的地位達到最頂點 成為僅次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第三號人物 江青的第一任秘書顏長貴 在回憶錄中寫道 毛澤東在文革中 對江青極其信任 最有力的證明 就是他1966年7月8日 給江青寫信講黑話 這裡的黑話是指毛澤東語 和1967年8月4日 又給江青寫信 提出給左派發槍 武裝左派等 這封信通過江青向政治局傳達 和在全黨全國貫徹執行 顏長貴說 江青也不負毛澤東的厚望 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每一個重大戰略部署 江青都是積極響應 全力執行的 所以毛澤東稱讚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 特別是批判劉少奇 批判林彪 都力有大功 顏長貴特別談道 毛澤東從來一直到他世事 都沒有要打倒江青 連一點這樣的意思也沒有 江青說 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這話雖不雅 卻是江青和毛澤東關係的真實寫照 毛澤東對這條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 並且很是愛惜 心心相惜 而江青作為毛澤東的狗 他一方面常常苟障人士 同時 他也始終忠誠於其主人 直到他1991年自殺 都沒有說過一句不利於毛澤東的話 1976年9月9日 毛澤東去世 時隔不到一個月 1976年10月6日 江青等四人幫 被毛澤東生前親自選定的 你辦事我放心的接班人華國鋒下令抓捕 據當時的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武建華回憶 1976年10月6日下午3點 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 中央辦公廳主任 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 通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茨和武建華 到他的辦公室去 對他倆布置了逮捕江青和毛澤東的侄子 毛遠興的任務 晚8點 張耀茨帶領行動小組 先對毛遠興進行保護審查 8點30分 在中南海萬字郎 201日逮捕江青 江青被逮捕時並沒有做任何反抗 然後他被押送到北京的一個地下設施審查 1981年1月25日 江青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 緩期兩年執行 之後被投入秦城監獄 法庭認定江青的罪名有 1 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 2 陰謀顛覆政府 3 反革命宣傳煽動 4 誣告陷害 從始至終 江青不承認自己犯罪 在最後的陳述中 江青說 現在你們逮捕我 審判我 就是要醜化毛澤東主席 現在整的是毛主席 我的家鄉有句老百姓的話 打狗看主面 就是說打狗呀 還要看主人的面子 現在就是打主人 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為了毛主席 我不怕你們打 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盤上 雖然我不過是一個祖子 不過 我是一個過了河的祖子 1991年5月14日 江青自殺身亡 終年77歲 最早報導這件事的 是1991年6月1日出版的 《美國時代週刊》 說來自北京的消息 江青上吊自殺 原因是不願忍受咽喉癌的痛苦折磨 但《時代週刊》沒有透露消息源 2012年 秦城監獄前監管處處長何電奎 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 卻披露江青是吃安眠藥自殺 何電奎說 1991年5月13日晚 江青照常睡覺後 再也沒有醒來 值班人員第二天早晨發現她時 她的身體已經變硬 她經過精心準備攢下安眠藥自殺了 她說 江青1984年保外就醫 但她只是搬到了秦城監獄內 一個由戰犯洗衣房改建的小院中 江青致死 沒有離開過秦城監獄 毛澤東 江青都是十年文革悲劇的製造者 也都是十年文革悲劇的受害者 他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 皆源於中共老祖宗馬克思 1848年在共產黨宣言中宣揚的階級鬥爭論 信奉馬列必然崇尚鬥爭 鬥來鬥去一直鬥到暈頭轉向的地步 連革命了一輩子的毛澤東 最終也成了反革命家屬 前車之鑒警醒所有中共成員 不徹底摒棄這個黨和馬列主義 將鬥爭不斷 永無寧日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了 感謝您的收看 別忘了點讚留言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